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打网游 所以我们走在了一起 至今交往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 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快乐的 痛苦的 至今都让我记忆忧心 我们总会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 一吵完架 太空火关失踪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我们俩交往一年了 他还跟他前女友藕断思连 没事就打电话 发微信 还视频聊天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理解他 包容他 能为他做的我都做了 本来我跟他是朝着麦记婚姻电堂交往的 可是他做的一些事情让我犹豫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陈22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张20岁来自辽宁 也是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你们俩应该是一帝对吧 是一帝还是在同城 现在是在同城 现在在同城 都是东北人 但是一个在黑龙江 一个在辽宁 距离还有点是吧 谈恋爱多久了 小一年了 来干啥呀 就是我俩最近老妈吵架 然后他老妈嫌弃我这个嫌弃我那样的 然后我想让调解一下 行 好 为什么吵架呀 就是他老是嫌我打游戏打的不好 就是以前 以前我俩 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吧 我俩就是都爱打游戏 然后朋友介绍认识的 以前跟我俩一起打游戏的时候 从来也不说我打游戏打的不好 天天总带着我玩 然后这晚就下班回来就不累带我玩了 打个游戏吗 不带你玩自己玩不行啊 那我不行呢 上班一天回来我陪他打游戏放松放松 完了他说人家打游戏都娱乐 跟他一打游戏然后就生气 哪位打游戏都生气 本来是吧 一打游戏就生气 一打游戏就剪 谁剪 他 为啥剪 我打游戏他老说我呀 又说你不会守你那个路啊 就怕来回撞路啥的 然后就老门说我 那你说我打游戏自己打 他老跟我玩完了 我教他吧 他老跟我喊 我俩就老吵吵 挺好 增进感情吧 不是那他教我他就好好教 一教就老门喊着教 行行行 就你除了打游戏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 就他上班一天天回来 然后脚丫臭个红红 让他洗他也不洗 那我上班一天多累 我回家在那躺歇会再洗 他非得的磨叽磨叽的 那他上班一天都走了 非得让我跟他倒洗澡水下 我上一天把你家呆子 你给我倒倒洗澡水 能打的 也累不着 我搁家的时候 我都没给我爸我妈倒过 我平常给你倒过 倒没倒 没倒 没倒啊 好样的 他吧 就是上班 他那会儿也不咋给他假 然后就是八百年放两天假 然后就是我就让他陪我去买买衣服啥的 然后上那会儿买衣服 我试乃假 他说还行 我说这件行吗 还行 完了天天 完了他还赖我 到那个阿布满 那我好不容易放两天假 我在家歇两天 躺两天 上班挺累的 他就老做我厨劲 跟你厨劲 那你告诉我哪件好看呗 跟你厨劲 告诉你好看 你说贵 完了给你找便宜的 你就是太便宜了 质量不好 咋的也不行 那不行 你挣钱不容易 我买贵的太浪费了吗 那便宜的根本就质量不好吗 完了 因为这事放两天假 炒我两天 放两天假炒我两天 行 所以你都不想放假了 是吧 我不想了 你看 并可上班 他之前那个钱对象 老是跟他聊天啥 跟谁 跟他 钱女友 跟你聊天 为啥 他有东西在我那会儿呢 什么东西 我俩是一个学校的 他的毕业证 放我落我这会儿了 那你咋不给人快递过去呢 我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我也快不过去啊 不是 就是他老门找他 要他那毕业证 完了跟他要地址 他也不说 他就每回就拿这个借口 就跟他聊天 就是他要要我去 他就没有借口 跟他聊天了 然后他那个前女朋友 老门给他发视频 然后发视频 我先让他接 我看看他能说啊 然后一接视频 他俩就唠点暧昧的话 还唠暧昧的话 就说 你这音又胖了 你看你这屋祸祸祸的 然后说 你身边那个哪一个朋友 你就别跟他联系了 跟他联系不好 咋地的 然后他老门 那咋地答应 好像就是这玩意 他还受他管着似的 那你看他让我接的 完了我还没法不接 他非得逼着我接 我接了 我也不知道说啥 他说啥我就嗯啊 就打一两句 是 我也不知道说啥 然后他接完之后 闹得可来劲了呢 然后我就跟他 在他旁边我都生气 我都掐他了 他瞅我眼 问我咋的了 完了 完了 我就除去了 我开门我就除去了 那家还没闹完呢 还闹了半天出去找的我 那半夜晚才把我找回来 那你 本来我就人生地不熟的 晚年还不找我去 那你从卧室出去了 我心里上卫生间了呗 那我看你半天不回来 我不是出去找你去了吗 然后他也见他女朋友 我还跟他 要他妈的手机号 说想他妈了 那想我妈了 我也没给他 他跟我聊天 我也没给他 我给他都拉黑了 现在也删了危险 然后有一次 我就胃炎嘛 就可疼可疼 就住院去了 他妈还有我妈 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然后都是一宿没睡 我疼就睡不着嘛 然后就那天胃好点 睡着了 然后他就自个儿 出去找理店睡去了 然后手机还关机了 大半夜 我就挨个楼层找他 都没找着 完了他妈也找他 大早期也七点钟 才找回来 我晚上陪他一宿 第二天早上 我去上班去 完了我上班回来 又陪他到十二点 他备好了 他睡觉了 他在医院躺 睡觉 屋里也没地方住了 我就出去找 我地方睡觉 那么很正常 晚上手机没电了 我也没住夜 还有之前就是 还有之前他那个他懒 他不干活 在家连地也不拖 完了也不扫 做饭还得等我回来 下班给他做 他对了 咱们想我懒 你说这晚上 夏天衣服都惊毛的 完了就是 那哥那洗衣服 那两件也赚不干净 我先是攒多点就洗 完他就说我懒 他告诉我 他哥埋的衣服里头 捡干净的衣服穿 他一个月也洗 我从埋的堆里 扒了干净的穿 他也不给我洗 那我上班也没给我洗 你就手洗两件能咋的 你们俩多大了呀 衣服也没人洗 就我洗了 一个月洗一回 不是一个月 没到一个月 就看攒的堆大了 就洗了 行 你工作吗现在 我现在不工作了 以前跟他一起上班来着 为啥不工作了 天天起得太早了 几点要上班啊 就七点之前 就得到那个 太早了 去不了 去不了就是不上班的借口 他就是懒 我说他懒他也不承认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现在他上班能养起我俩啊 他能养得起你 他要失业了 你们俩还不得饿死啊 饿不死啊 还有我妈呢 还有他妈呢 你看看小朋友们啊 真可爱 还有别的吗 姑娘 还有 有 你说 过年前 之前我俩最开始 刚出对线 正好赶上过年了 正好28天吧 非让我 他要回家过年 我说行 他不在我家过 他说得回家过年 我说行 那我给你买票 我把回去 坐回车回去 他说他不敢过年认读 那我就打个车回去吧 多花点 多花点 那也不行 非得让我送他 正好在他家 非得让我住旅店 住旅店吃泡面 过年自己在 大餐生也在旅店里头 那我 过年吃泡面 他非得让我一起 陪他吃泡面 因为我后几个月 回一趟家 王友邢人回家 好好陪陪我爸 我妈 非得让我拉着 我陪他一起吃泡面 那你为什么 不让他回家呢 我妈那时候 还不知道呢 王友给他 找旅店可好了 还独立未遇的啥的 所有给他 吃个泡面 床挺大的 来回咕嚕呗呗 还有电视 那过年你都说 过年都得回家 陪回家里去 那我 非得让我送你 送完你 就给我扔那了 那都关门 那你跟我出个线 那旅店都关门了 完了我给人看旅店 那你给人看就看呗 做到好事 能咋的呀 我收你钱了吗 收你钱了吗旅店 收了 我给他找那地方 可好了 离哪都近 是是是 我还后一月回 回不了一趟家呢 你还想跟他谈吗 他往来就想 要不我来这想 调解一下 让他改改那些嘛 你让他改什么 别老那么懒 不上班行 那在家收一收 卫生啥的 不是 那还贵我懒 他早些 他那老早起来 上班去 你说我这玩意 我也不上班了 你就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不行 非得把我招起来 让我给他煮饭面去 还得让我给狗 泡狗粮 因为狗半夜 我都喂他了 他都不饿 非得让我起来 给他煮饭面 那你说我七点 到上班的地方 我早起来 我洗素 自己再煮面 再给狗葱凉 完了再走啊 我也先不管他了 那你天天十分钟起来 不啥事都干完了吗 非得那找招呼啊 我天天六点多钟起来 干这些事 不管 我自己洗素 过家家是吧 不是 你们俩打算 未来怎么着啊 反正他就天天下班回来 必须得把脚牙洗了 打游戏 还必须得带我打 除非买衣服 必须得给我意见 还要这些改不了的话 那就分手好了 好 那你什么要求 我就希望他能 把那家里熟一熟 没有别的要求 好好好 我再问一遍 你们俩未来有什么打算 未来还生活呀 还生活呀 还这么过啊 那他都改了 就好过了 改了就好过了 你们俩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呢 过两年吧 不着急 是不太着急 结婚以后要要宝宝吗 不要 为什么呀 要孩子的话 他就不稀罕我了 要孩子的话 他就不稀罕我了 你看这姑娘 行了 女生要能改是吧 打游戏带着你 别那么懒 回家洗脚 对 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对吧 买衣服还得给我意见 买衣服还得给你意见 这就是完美的男人了 是吧 你要求他只要给你做个早饭 别那么懒 这就是个完美的女人了 是吧 希望他把家里收拾收拾 对 就收拾好家 这就是个完美的女人了 别的我都不希望他干别的 别的都不希望 行吧 这要求也不高啊 哎 今天就要成长的烦恼 那从而不是他改不了啊 我跟他磨叽一个点 他都不在洗脚的 你看看他们仨能不能帮他啊 来 我们一起进入旧比特奔卷 来来来 莎老师开始 来 我其实挺想跟你讲 挺多大道理的 就是关于什么女人独立自主啊 什么这个自强不息啊 然后什么贤妻良母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现在跟你讲这些 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啊 就是先要学会成长 所以现在爱情和感情 甚至婚姻对你来说 都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一个 把自己管控好 就你自己还是个孩子 还没有那个 去承担那些责任的那种的 心理 你的年龄算到了 可是你的心理年龄还太小 所以你现在要求他 这三件事 就是不是说对他来说 对你来说 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 你自己首先都没有做好 你凭什么要求他呀 对不对 男生这边 我说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这个是我想跟那个 所有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说的 就关于说 跟前女友联系这件事 有很多的时候 情侣之间都会发生 就是说 现女友和前女友的 这个问题 其实现女友 要的不是说 你去接那个视频 打那个电话 或者怎么怎么样 他要的是你对 前女友的一个态度 面对前女友这件事 要的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我要你的态度就是 告诉他 你现在已经有我了 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这样一个态度 其他的我也不想 再说太多了 好吧 谢谢二位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余东 在我内心 我一直有一个观念 我认为人世间 最甜蜜的画面之一 就是两个内心 有爱的人 在公众的视野面前 伴嘴 吵架 我觉得你们 你们两个人 其实是 内心彼此还是有爱的 可以这样说吗 女孩 可以 你们所有的 分歧的这些焦点 在我们看来 可能都是一些生活的 非常细小的 琐碎的事情 我想跟女孩说一个建议 我个人的建议 因为你的脾气秉性 跟我东北老家的 很多的远方的表妹 都非常非常像 这的确是很标准的 东北女孩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其实可能很简单 以你现在的脾气秉性 如果未来你的另一半 不管是他 还是另一个人 我觉得你只要掌握 一个标准就可以 你就可以跟那个人 去考虑婚姻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人 他比较包容你 他可以容忍你 因为你跟我的很多的 远方的一些表妹 的确很像 有一点小任性 自己呢 又不喜欢去担当 可能觉得 我天生的小女孩 就应该这样 所以这是要改的 因为世间是公平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你想得到她的洗脚 当然这是应该的 但是你也要付出一些 比如说 因为你平时毕竟在家嘛 你要料理好家务啊 你要负责貌美如花啊 这样他才有更多的动力 去赚钱养家呀 对不对 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光景里面 好好改变自己 答案都在自己身上 不要一味地去指责对方 好吗 东北人和东北人 和东北人之间在一起 应该我觉得有好多共鸣 你们没有 没有本质的隔阂 好吗 加油啊 来来来 听听涂老师怎么说 涂老师 听着挺热闹 但热闹的东西都是很空洞的 听着你们俩的事 再看看现在有些年轻人之间的爱情 有两点遗憾 第一点遗憾是 没听出什么爱情 第二 缺乏自我修养 你们之间有多少爱情 更多的像伴侣 玩游戏的伴侣 生活上的伴侣 却听不到一些彼此之间的深情 这么年轻 是不是应该多读点书啊 或者是多去经历一点人生啊 怎么好像一眼可以看到 你们七八十岁以后的样子 就那么闲吗 在工作生活当中 不能够给自己一点努力 一点收获吗 没有 什么也看不出来 不像是 你们说他们像是一对孩子 我倒觉得像是一对老人 感觉你们的生活没啥意义 也没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你们对于将来的生活规划 到底是什么 感觉在虚度人生 所以我认为 如果真正的两个人 想好好地在一起 能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好地观察一下对方 该怎么去爱对方 好好地观察一下自己 该怎么样努力向上 能够让自己的人生 过得 有那么一点点内涵 好吗 就这样 好了 谢谢 谢谢杜老师 小朋友啊 这个特别像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 你们先生活吧 我的建议其实特别简单 你们俩就应该分手 你们俩先长大 然后再谈恋爱 你这不适合谈恋爱呢 你这景象完全就是一个小单身汉 你知道吧 回家臭着就臭着 反正妈妈不会说 床上一躺 开始打游戏 打完游戏 妈我饿了 吃完饭 接着打 然后有哥们来了 出去唱个歌 喝个啤酒 你是这人生 你知道吧 你的人生也不在这儿呢 所以你们还没到该谈恋爱的时候 就散了吧 一家之言啊 供你们参考 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咱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以后会把自己的所有毛病都改掉 包容你 领解你 以后再也不会 动不动就因为那些游戏了 乱马气刀的小事 去跟你吵架 生气 以后我也会好好对你的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 我知道 请关门啊 我们看了一对年轻人的生活吧 我只能叫他生活 因为我不法给他界定 只能说是一种生活 最后他们是选择 继续这样的过下去呢 还是有所改变 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只希望今天三位老师的话 能给他们一些 人生的起物 让他们有所改变 一对年轻人的生命 可以 可以 我是